佛人的身为总算杀回来了 这才是商作王该有的样子 难怪会有网友调侃 我的偶像在踩佛人机 我妈的偶像 却在威武霸切地展现凶击 当初在拍摄《风神》第一部时 导演的第一想法 就是请飞翔来出演《伤亡阴兽》 毕竟他实在想不到 有哪个男星年过半百还魅力十足的 可对于这个邀请 飞翔的内心是拒绝的 毕竟我已经62岁了 现在我又没有办法避免 但飞翔是怎么都没想到 导演乌尔赛就认定他一人了 为了忽悠飞翔出演 导演先是以客串之名请人来剧组 随后就换成了主角的合同 对于信任 飞翔并没有仔细查看 结果听完字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 既然导演如此坚持 飞翔也只能同意出演 为了达到最完美的状态 他每天凌晨就到健身房锻炼 跑步 减脂 脱水 样样不辣 别人演中王是愤 可看到飞翔的魁武身姿 却讨厌不起来 毕竟他是凭借冬天里的一把火 就俘获无数少女的放心